來我們就兩個曾經的身份 從市長的政績表現來看 從國家元首總統的表現來看 那楊老師 誰最該一頭撞死 韓國瑜有的時候 我覺得他真的講話 有的時候真的是 不小心就講到自己 因為真的 如果比較高雄市這一年的政績 跟蔡英文三年的表現 那韓國瑜真的應該 按照他自己講的 一頭往牆壁上去撞 我光講一點就可以知道 我先不要講 韓國瑜被中立的雜誌 天下雜誌定為施政最後一名 光憑這一點 他應該摸一摸牆壁了 你想想看蔡英文 我就講幾個經濟數字 最簡單的經濟數字 全世界各國幾個三個 最重要的失業率 成長率以及薪資 最簡單的 失業率到今年三四月份 失業率3.68 是19年最低 台灣呢 也就是扣掉蔡英文 三年的政府不算 過去16年兩任政府都沒有 現在這麼低過 3.68 這應該算是一個成績吧 那拿今年2019年的經濟成長來講 今年經濟成長超過二 比香港的1.8 比新加坡的1.4 南韓的1.7 都要高 已經十幾年 我們的經濟成長 沒有成為四小龍之首 這是今年成為四小龍之首 這應該沒話講嘛 對 年薪人打工的底薪 2016年126塊 三年賬三次 十薪 十薪 三年賬三次 賬到現在150塊 賬了24塊 已經換句話 賬了19點多 這個比馬英九 八年賬的還高 馬英九八年賬不到一半 賬不到10% 你自己想想看 這有什麼可以比較的 那我就不要講其他的零碎的數字 台商的回來的資金5000億的目標 股市上萬點維持最久的 什麼農漁產破紀錄出口 1600億 韓國瑜 他在高雄喊 說農漁產品出口 打現在 他原來全年 操成訂單近百億 93.9億 到九月份 上個月啊 又十月份還沒完嘛 沒有通信 到九月份達成率不到7% 7% 還剩三個月 你怎麼達成啊 根本就沒有辦法達成嘛 比中央中央的農漁產品的出口 破紀錄 結果你高雄呢 你不是垂牛說你要貨出去 人進來嗎 人進來 人進來嗎 那高雄我光講一點好吧 你沒有常去高雄 因為我自己家住愛河 愛河邊上了 家住愛河邊上 愛河之心 我們就有人叫如意湖那附近 愛河過去10年慢慢整治 真的變得很乾淨 大家還記不記得韓國瑜就職典禮 就愛河邊上 走在愛河 不是那個是愛河頭頭上了 就出口 快出口快到海的 那一塊飄飄亮亮 它還做遊艇 乾乾淨淨 大家都覺得愛河很 對 結果現在愛河的上游 現在又有開始有垃圾 我剛講愛國之心 垃圾一大堆 顏色都有點混濁了 才一年呢 整治了十幾二十年的愛河 總算沒有任何一點味道了 也沒有什麼垃圾丟在裡面 現在到處都是垃圾 你連這個都管不好 你怎麼好意思講說領導人不好 應該撞死 就不是高雄的領導人嗎 沒有關懷弱勢 如果沒有教育好 領導人應該一頭撞死 不管那個音樂廳 有一個音樂廳 兩個音樂有西洋音樂的 有這個那個這個叫什麼 那個這個大軍營變的這個 衛武營 衛武營的 海洋音樂中心的 音樂中心的 有非常多的建設 幾乎到處都是 我請問你今年你編的預算裡面 對未來三年裡面有什麼建設呢 大建設可以提供給大家 聞香一下呀 這樣子的人怎麼好意思去批判 批判別人的政績 因為你連基本的做不到 不但做不到啊 居然請假了 乾脆不做 你這樣子的領導人 市民現在有難怪會連署 去罷免你